人情话题但林关心 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了 千人大型集会活动的指引 包括主办方能不能够事先掌握 所有参加者的资讯 活动空间的通风换气状况是否良好 还有参加者彼此之间是不是近距离 以及整场活动下来 大家有没有固定座位 活动持续的时间是长还是短 以及能不能够落实首部的卫生 戴上口罩这六大项 不过现在有学者认为了 集会风险评估不能够只看人数 还有来看距离远近 加上民众的配合度高不高 至于要不要硬性规定 把大型集会活动喊咖 未来这一个月将会是关键期 评估在台湾武汉肺炎疫情 还未打严峻情况 千人以上的大型集会活动该不该办 疫情指挥中心软性指引 但就有学者呼吁 不能只用人数作为指引方针 人数当然越多还是越不利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 经济离接触在家户的经济 都有可能产生感染 所以经济离接触 才是今天我们非常重要的 根据指挥中心颁布的 集会防疫指引 业者如果想如期举办大型活动 第一得先评估 能否事先掌握所有参加者资讯 活动空间的通风换气情况 是否良好 参加者彼此间是否为近距离 整场活动大家有没有固定座位 活动持续时间 市场是短 和可否落实首部卫生 戴口罩等六大项 评估后若活动染疫风险高 就建议延期取消 不强制规范就怕引发民众恐慌 慢慢形成共识之后 再由政府来做这样的一个规划措施 我认为那是比较好的 但是这个时间也不能拖太久 大概就是一个月 台湾防疫展现高水准 但难保其他国家疫情 不会影响台湾 大型集会活动不想取消 学者建议落实体温监测 戴口罩减少报名人数 设立专属区域 给有旅游史的民众 主办法和民众得先展现高度自律 才能降低集会风险 解释去天国头道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